馬上來看到今天的天氣了 好天氣啊 才過了一天 暴雨又要回來囉 昨天雖然說雨勢不大 不過呢 今天開始可能又會有一波降雨囉 從衛星雲圖來看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在台灣的南方呢 就有一波這個雲系 正在逐漸的北移當中 預計今天各地的降雨機率都會來提高 尤其呢是在南台灣的部分 更要嚴防大雨 那我們透過更詳細的雨量分布圖 可以看到今天雨勢比較大的地方 大多都會集中在中南部的山區 而從明天開始呢 預計又會有一波新的封面來接近 而北部還有西南部都會出現 局部大雨的機率 而週末兩天啊 要出去玩的觀眾朋友就要注意囉 因為可以看到啊 在六日兩天 幾乎都是全台有雨的狀況 而且還是大雨哦 如果說有戶外活動的話呢 可能就會因此泡當了 不過還好啊 這一波封面到下週就會來趨緩 可以看到下週一呢 由於這個封面已經移動到巴士海峽了 所以說全台的雨勢都會明顯的緩和非常多 那最後我們再來看到溫度的方面 可以看到啊 今天的氣溫是明顯的回升 最高溫呢 甚至可以來到32度左右哦 但是在週末兩天 由於封面通過的關係 也加上東北季風撐強 北部地區又會再次的來去轉涼哦 最低溫恐怕會來到20度以下哦 不過呢 週一天氣就會慢慢地來好轉了 白天氣溫也會跟著回升 所以說提醒民眾 這個週末是天氣變化最劇烈的時候 不只會下大雨 就連氣溫都會跟著變涼 所以說如果要外出的話 一定要記得攜帶雨具 跟背好一件脖外套了 請鎖定 狠狠抖內幕 請鎖定